当公司的制度束缚了我们的创造力和追求 我们是应该选择妥协 或者是勇敢地迈出自己的道路呢 今天这位嘉宾他选择了后者 他愿意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 只是希望能够实现真正的自主掌控权 打造完美的冷冻运输体验 本集《上海名人坊》一起来听听他的创业故事 您还在寻找着理想的室内设计 烦恼着新家的装修 装修价格不透明 MOVE OVER就是开启您梦想家园的那把钥匙 成立于2018年的MOVE OVER 旨在打造透明化装潢市场 性价比超高的一条龙家居装潢 建立室内设计师平台 平台有超过200个专业设计样本 与透明的定价 依照您个人的风格 喜好 预算 打造您的梦想家园 MOVE OVER创始人Linia 也在马来西亚装潢业 获得了多项大奖与业界的高度认可 室内设计师的博乐 业主们的快乐 尽在MOVE OVER ID Choices on the go 点击以下链接也获知更多详情 在创业之前已经任职于冷冻运输公司 Ray因为不买公司的运作方式 却又无力改变 因此萌生了创业的想法 2021年10月 Ray开办了自己的一站式 冷链物流公司Day Logistics 旨在打造最佳的冷链物流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第十季的《商海名人坊》 我是佩佩 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 他是从事这个冷链运输服务的 我们一起来欢迎Ray 哈啰Ray 你好 你好 美菲姐 在从事这个冷冻运输的过程里面呢 就是在MCO之前呢 还是在MCO之后呢 我是在MCO期间 对 就是在2019年 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会接触到呢 也是因为上一份工作 也是因为冷冻运输行业 对 那时候在某公司就是认知就是Operation Manager 就是运营主管这样子 对 就熟悉整个公司的运营 因为其实在还没有MCO的时候 大家对于这个冷冻运输的行业呢 觉得真的好像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行业 但是因为呢他是在这个MCO的时候呢 就突然间火爆了 好像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 所以当时候你选择工作的时候 你没有想说 有没有去评估说 这个行业它在市场上的一个位置 是什么你才去做 还是觉得说 它其实就是一份工作这样子 当时在打工的时候 其实是当成是一个工作来去完成的 就是因为有太多的这个理念 有时候跟老板的那个不一样 对 所以往往我们都会有很多想法 明白 对 因为我们最主要就是帮公司解决 他们现在当下的一个问题 怎么样就是可以脱离危险 然后或者是尽量就是不要有任何的问题 就是因为在路上嘛 有时候司机他们会有很多问题 对 我们尽量就是每一个细节 我们都是要做到到位的 对 尽量就是帮公司 就是有盈利的那一个方向去 那为什么会在2021年的时候 对 会萌生说自己想要进入这个冷冻链的行业呢 也是因为在MCO期间 刚好认知这个运营的中间 所以没有什么想法的那时候 就是当一个工作 然后打公主这样子 就是因为看到MCO期间也是很多行业都已经开始面临瓶颈啊 或者是倒闭这样子 所以就看到这个其实是也是一个行业的一个崛起 因为MCO可能会改变很多人的一个生活 对 所以就看到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对 刚好那时候也是时间的问题啦 时间对的时候就往自己赶赶去冲吧 那你在冷冻行业里面看到什么呢 冷冻行业其实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前景的 对 可能现在在目前这个市场上来讲还不是很成熟 也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一个行业 对 但是MCO期间之后的时候可能就不一定这样子说 因为很多人已经习惯就是这样在上网购买 然后很方便的就直接送到你家门口这样子 运输也是一样的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因为MCO的时候 很多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的 就觉得说哇 这个行业非常的有前景 所以一磨蜂的就投入了这个冷冻的行业 包括了运输的行业 但是呢 在MCO之后呢 大家又觉得说 糟糕了 好像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 这个市场上是这么的活跃的 那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其实要看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可能MCO那时也不能够说有些人在打工的话 就被逼停职在家里 就手停口停的话 他们就没办法支撑这个家 所以那个时候只有在运输行业的话 他们才可以出来就是做工 明白 对 所以那时候就很多人就开始出来 找一些part time 像driver 这些来做 对 但是已经慢慢恢复MCO之前的那个情景之后 他们就会回到他们原来的那个岗位上的 明白 但是也是有一部分的人觉得 这个行业可以继续做的话 他们就继续做 但是要看他们成不成的下去 就是有没有坚持到底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在2010年自己出来创业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觉得是时机最好的时候 也没有讲时机是最好啦 就是刚好遇到我想要出来创业的时候 那个timing 对的话我们就去 每一个人他去创业的时候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初衷 那我知道说是因为你自己在这个冷冻行业里面 你看到了一个一些不足 就是或者是跟你的这个理念是有所冲突的 因为上一份工作的那个公司呢 因为可能它的运营方式 可能它有它自己的一个想法跟理念 但是我的这种想法就是我需要就是最后一公里 也是保持着那个食品的新鲜度送到去顾客的手上的 就是全程都是用冷链的运输去配送的 因为有些在现在在市场上的话 其实没有100%的这个公司运输公司就是用全程冷冻公司的 所以我就要打破这个理念 对我就是要做第一批的 先打开这个市场的一个公司这样子 他们不这么做是因为成本的问题 对成本的问题 是因为一辆冷冻车的话其实也不便宜 对它都是有一个成本在的 那你为什么会这么不惜成本呢 想要做一件事情的话你坚持要做下去 你才会看到你要的结果 因为这个运输里面我想可能大家觉得运输就是运输 但是我知道你看到的不只是运输 大家认为的运输就很像那种快递公司这样子 对以前还没有开始网卖这个世界的时候 其实普通运输也是普通的而已 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公司出来的 就是因为网络崛起的时候 运输的这个快递公司就开始崛起 就变成在MCO期间的话 很多都是在网卖啊 直播卖一些速冻的东西 因为现在年轻人 比方说我自己的话 我真的很少在家里煮东西吃的 所以我都是买一些速冻的产品 就是回去盯热它就可以吃的那种 对所以对于那种食品来说的话 我们是需要用冷冻运输去运输的 不然的话在过程当中的话 如果它是有出现任何状况的话 我们人吃进去肚子里面的话 可能就会食物中毒 或者是有其他的因素发生 所以你基于这个人性的这一点 你觉得你不能这样子做 就过不了我自己这关 比方说除了海鲜之外 我们可能还说一些烟火 或者是雪糕蛋糕这些 其实它是处于是有温度的一个食品的 那你就应该用有温度的这个运输 送到顾客手上 给它提问到我们是传递你的健康的 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会影响到说盈利方面吗 其实不是这样子说的 只要我们做到这个市场 真的是很多人大部分都已经是能够接触到的话 那个是另外一个风波来的 那你在创业期间就是因为还是在MCO的时候 对 有没有那个你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呢 刚创业的时候确实面对很多挑战的 对第一因为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预定一个冷冻运输的话 它没有这么快到的 它起码要你等三到十个月期间 蛤 对 所以这三到四个月期间的话 我其实还蛮紧张的蛮压力的 因为我找不到有一辆冷冻车 帮我配送给顾客 所以我只好找第三方去合作 对 你找第三方的话 因为他们往往都会跟你说 你最后一公里我都是会用私家车的 就你能不能够接受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考虑了很久 我就不接受 那怎么办呢 我就再找咯 再继续找一直找 找到有一家公司它真的是全程用冷冻的话 我就用它的公司 对 我就一直用到刚好我拿到车的时候 它就已经开始要转行了 所以我就开始那个时候我就有自己的冷冻车 第一辆 明白 所以我就自己请司机 然后自己开始 自己开始这样子 所以你这个人还蛮坚持的哦 这其实都已经很紧张了 我们讲的钱财资源全部投入了 但是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 即使你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案的时候 你都并没有去妥协 因为遇到任何问题的话就要想尽办法去决绝 因为问题始终能够解决的 看你坚持不坚持 客户来源什么的 因为新公司嘛 这个会是一个问题吗 只要我有具备了所有的东西的话 然后我就直接就是在很多的这个媒体里面 就是打广告也好啊 宣传也好 都会有人知道 其实有没有是我们一般消费者 他有一些看不到的一些 我们说的这个问题 这是比较棘手的 是你们常常面对 但是可是消费者是比较不理解的部分 都会有的 比方讲冷冻运输 你会在路途上会有一些问题 可能在路上可能碰到钉子还是怎么样的 轮胎必须要换 这个时候我们就就需要找方案了 就马上第一时间先通知顾客 我们可能会稍微迟一点 或者是遇到一些可能那个冷气 因为我们冷冻运输里面是有冷气的嘛 如果遇到坏的话 我们就要马上解决 我们就要stand by 就是第二辆来迎接里面的货 对不然的话太久的话 里面的那个食品开始融化的时候 就会不好 明白 所以你的行业可以这样子讲吗 永远都是一定要有Plan B的 对永远都是要有Plan B 然后随时要预备 因为就是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那你怎么看这个冷冻行业的一个前景 冷冻运输行业的情景其实蛮大的 就是未来这五年里面 可能又是另外风波吧 因为我现在做的这个 提供冷冻运输行业 其实我们是有分不同的 配送服务的 就是有商业配送给商业的 或者是商家配送给顾客的 对然后我们也是有提供一些冷房 对冷房就是给一些可能 有点像货仓这样子 可以存放你自己的货物 比方想一些想要出来创业的 对你们想到想出来创业觉得很难还是怎么样的话 只要有找到一个地方提供给你们 帮你们出货打包货这些的话 你们就专注在你们的 要再去租一间店 然后又要再去租冷房 因为这些成本都很高的 对所以就不需要就是想浪费一笔钱 这样子 你直接就是找我们公司 我们帮你解决掉 你们不需要就是 把一些钱浪费在这一边 你们就可以把一些钱省在 可能打广告还是怎么样 拿到更多的顾客这样子 是我听你这么说 好像你今天的经营模式呢 不只是站在自己的一个利益角度 你还考量到的是 我们讲的商家 他的一种 帮助他减轻了很多不必要烦恼的应允 因为我们是打造就是一条龙的 这个冷冻运输服务 对 只要你找到我们的话 我们都会提供更好的方案给你们 其实现有的一个冷冻的这个行业 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就是我们的食物 或者是我们的产品 从冷 我们讲说是冷冻运输 他就全程都是冷冻运输的 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有些现在在马来西亚真的是 冷冻运输的公司来说的话 他都会跟你说70%到80%之间 我是用冷冻车 但是20%到30%他都会用自家车去配送 为什么呢 第一可能他们要减低他们的成本 我有点不明白作为消费者 就是他怎么样是比如说全程 我们举个例子 那100公里的话 那可能为什么他是70% 然后后面的30%是私家车 可是在这个如果我说的就是这个转换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的产品可能会深受影响的 对对对打个比方 就是可能他在基隆坡区的话 他有货物要寄到去槟城的话 他可能跟你说在这个highway的当中 他就会用70%到80%的这个冷冻车就是送 然后剩下二三十的话 就可能到到槟城的区的话 他可能就会换成去私家车去配送 对他私家车去配送 所以我也不敢说就是在这过程当中 某公司会不会有一些疏忽的 那疏忽也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从一个大的一个冷冻玉树晕下去的时候 我们在搬的过程搬出来 然后你也知道马来西亚的天气是这么热的 从一个有温度的搬出来到有热的温度的话 他的温度会下降 如果你面是有食品 它是不能够溶解然后影响的话 就可能这边当中就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就很注重就是说 我尽量就是全程我都是要冷冻的 因为我要把这些问题都减低 成本高都无所谓 最主要就是人就是收到的食品是新鲜 吃进去肚子里面的时候是健康的 明白 如果你这样子的话 在你的创业过程当中肯定就会比别人来的辛苦 但是如果走到最后的话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一个路遥知马力 对看谁可以坚持到最后 作为一个这么坚持的一个公司 我们讲是真的真的很不容易的 市场上如果你不是大 我们讲的不是大众的话 你是那个为数比较独特的例子的话 要生存的空间确实比别人来的更加的有挑战 确实有挑战 是哦 那你经营了两年多的时间 那你自己的一个理想跟方向是什么呢 就是我想要的就是我的目标 就是可以在全西马都是由我的分店 对因为目前我现在只是扎根在雪龙区 你看一年多了 你还是扎根在这个吉隆坡 对 那就很多时候呢 人家要寄送产品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有一个限制 对有限制 那是给你做好还是不给你做好 因为它要配送全国的 但是你就只有在吉隆坡 对也是有我的苦衷啦 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要先把雪龙区做好 然后我才可以就是复制到其他各个州区 对因为只要把它做好一个区的话 我就很容易复制了 对这些复制来说的话 如果第一步做得好的话 我接下来复制下去的话就很快速了 先给我扎根 扎根好的时候我就会曝光这个西马 甚至东马甚至到新加坡 对这个是我想要走的方向 所以就是把这个事业版图扩展到去 对这个是我的想要的 对我未来的规划 新加坡我觉得OK啦 可是东马哇 这个一听起来就很恐怖 因为东马也是很需要的 对 可是东马的条件太 太难了 难还是有一个空间可以出来的 对我们就需要去看一下 那边的市场是怎么样的 我们才做打算 所以我们也是要一步一步一步来 所以还是很漫长的路我要去挑战 那马来西亚面对的就是 今天不要说是冷冻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算邮寄方面 它都是会有很多的这个障碍 对都有 我们讲的就是那个体制整个东西都不健全的 所以如果这样子讲冷冻的这个行业 你说它是难 那你觉得说在短期里面有没有办法克服这些所有的挑战呢 因为一开始创业到现在我们都没有一个系统 对我们都是用人工去统计啊去记录啊 但是有时候订单一多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有漏洞的地方 或者是疏忽的地方 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做了这么久之后订单也越多 商家也越多 所以我们就不想就是有任何的这些疏忽 对所以我们就是开始就会自己做自己公司的一个系统 对自己的系统 所以变成我们就是要方便大家 然后商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司机在何处大概几点会收到 对他们就可以看到 然后取货的那个照片我们也会在系统里面提供 对因为要有一个系统的话会比较好 全面一点 对就是因为你经营了一年多 你知道哪一些地方是需要加强的 对需要加强的 对因为我们还是有点没中不足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做到更好 对包括网站也好给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公司 对因为毕竟我们也是刚穿越不久 可能大多数都还不懂我们的公司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这段期间又开始要曝光 包括网站啊系统方面等等 就是如果未来的话可以的话 我们会有自己的APP 对我们也是在研发当中 可以简单化 因为我们就是要快很准 你主要你的业务的那个 Focus是在B2C B2C跟B2B我们都会有 然后还有冷房 对冷房这些东西 我们就是提供一条龙的服务 所以你最重视的还是在就是Customer 对Customer 对因为我觉得 还蛮多人都会有信息就是说 其他州属的 他们有时候就是可能要运母乳啊到雪龙去 但是我没办法就是为了你一个单子 我就特地这样子上去的 所以我就尽快 因为我说能尽快就是在各个州都会开一个分行这样子 就是说你们现在在市场上的口碑是非常的好 对 所以人家才会觉得说很需要你们的这个服务 对很需要我们的服务 虽然是从吉隆坡开始 但是外州都已经知道了 对外州已经知道 所以我们就是在部署就是下一步 可能我们会在南下北上就是会开分店 明白 就方便这些商家他们要计货 但是商家最厉害的就是计算成本嘛 在相对的我这样子听如果你是100%用这个冷冻链的话 那当然就是它的那个cost就会比较高 我们不比价钱 对因为我们是指这个价钱的 可能有些商家他觉得我愿意给这个钱 因为他们有些是做品牌有一定的口碑 所以他也是希望有一个这样子的运输服务 可以就是安全的送到给他们的商家 或者是顾客 对所以他们愿意付这笔钱 因为他觉得这笔钱我不可以省 因为是关制到食品还有顾客的那一方面的 明白 你们创造的是一个价值 对我们就是要创造这样子的一个价值 对 所以有些顾客会觉得我们的运输很贵啊这样 其他公司我觉得这些没法比的 因为我们不是做那种丢价钱的东西 我们是卖你最好的一个服务 提供七星级的服务给你 保证你就是收到新鲜的那个食品 对你吃的也安心也开心 对一个事业的成功 他其实那个我们说的人很重要 对 你怎么做人很重要 对 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对我说的东西我就是要说到做到 这个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要求 对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坚持说我一定要 100%就是用coaching delivery 就是冷冻运输运到你家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我做这个初衷啦 也算是一个初衷 今天呢非常谢谢Ray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真的就是希望呢 从我们自身开始影响整个大环境 让最终受益的人就是消费者 对 他们可以在这种安心安全的这个生活里面呢 呃就是去去享受这种这种平平稳啦 嗯 可以 可以谢谢 谢谢 好也要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本节目非常感谢MoveOver有情赞助 作为马来西亚第一个经济实惠的室内设计线上平台 MoveOver自2018年成立以来 旨在创造三营战略 打造透明化装潢市场 建立室内设计师平台 保障消费者得到品质保证 预知更多详情可以浏览MoveOver官方网站 www.moveover.com.my